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边所有的原文件都是在这样一个位置 但是它是不在资源库里面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整个整合资源库 它只有2.4兆 所以说2.4兆里面是不会包含任何的原文件 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原素材在导入的时候 就是原素材已经全部导进来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怎么把这些原素材打包带走 那是直接用文件夹去管理还是有什么好的办法的 对于整个资源库来说我们先选择到你的资源库 选择完之后你就能看到右边这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选项 在这个选项里面的这个部分我们点击整合 不管优化或者代理都可以 那你也可以选择 如果你开了优化或者开了代理 你可以选择如果你没有开 那你就把这两个点掉或者多点都可以 没关系 好 然后就是下面一个motion的内容 motion内容可以是包括一些效果 那这边是没有包括一些效果在里面 好所以它会显示其实已经在文件夹中了 那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后台其实已经在运作了 后台运作的是整合资源库媒体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边的文件夹 那它会慢慢的变大 好整合完成之后 我们右键显示报内容 跟大家说一下 你看整合就是我们刚才这个事件 然后我们点到事件以下 那这个文件夹 点开来就是我们的原素材内容了 那这些原素材全部都是直接打包进来 那这个时候你再对你的素材进行右键 可以发现它这边的一个文件的路径 也已经被替换过来了 如果说你要把你的工程 比如说你有出行的需求 或者是你要换电脑 你可以单击自己的资源库 然后在这边进行整合资源库命令 这边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说你的另外一台电脑 没有那么多的效果插件 或者是一些预设的话 或者版本比较低 那版本比较低的话 有的时候它是打不开资源库的 那版本比较高的情况下 它会提示你升级 并且如果你的插件有缺失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当中 去叠了很多的插件 那它会显示一个 失联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时候你要么就删除 要么就把插件 在新的电脑上进行安装就可以了